创业时代开播以来,杨颖的演技就受到了多方质疑。 《大结局》现在已经播完了,奈兰和郭欣妍一同到西藏重新出发。 终于走到大结局了,说实话,结局还真的挺出乎意料的, 按照一般套路,作为励志创业者的草根阶层,郭欣妍最后应该打败资本家,但是结局却很现实。 那就跟着小编挑一挑剧中纳兰的表现你们品一品如何。 创业时代,郭欣妍,你是不是死了? 有人忠诚大佬,有人锒铛入狱,我看了片段,他和闺蜜因为郭欣妍吵架的那段, 他发怒的时候没有给镜头只有台词,但是演的程度太明显了。 光听着就觉得假,美是美,但是不是应该努力好了再来演,回去。 面无表情是最简单的确实到位了。 对男友失望偷顶的表情倒是没看出来,只看出了谈话谈不下去的叹息。 震惊与惊喜的眼神也没看出来,当然这也是表达演技比较难的,只看到了捂住嘴巴满眼的心细。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。 古中剧场杨颖打了几场败战之后,转战现代剧,而现代剧创业时代已经收官。 自此,杨颖带着这部新剧作为青少年敬业代表上了焦点访谈,称每个人其实都贵在自律,而且这一次导演要求很高,没有戏份也要留下了一起陪练。 不但如此,杨颖还特意请了专业的老师辅导,就是怕自己掉链子。 杨颖扮演了一位职场女性,看着走势倒是挺凶猛的,但这跟真的职业女性隔得可不是一条街那么远,职业女性是这样的吗? 小编读书少,不要骗我!从她第一部戏到现在也算11年了,现在对演员的要求这么低吗? 那么多会演戏拿不到剧本,观众举荒,为什么对她可以这么宽容? 会抬词就行了,她怎么就是能和谁都搭配出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? 人家都是有对手一起演对手戏,她就像是在镜子面前自言自语,那张脸只要开始演就感觉真的没那么美了。 这个走路姿势,你当你是在眼熊出没吗?好好当你的模特,别或海大众眼睛。 黑社会老大的既视感,可能有进步吧? 但实在受不了心理上反射性反感。 一位网友如是说,讨厌的是演技,但更讨厌他不负责的态度, 嘴上的努力,装枪做事的感觉,还有自以为是真值八千万的身价。 这个人被包装出来展示的都是娱乐圈的浮华,是用资本堆起来的快餐经济,是裙带关系, 所以整个人都是很负面的感觉。 他忘记了最开始吸引大家的真性情,整个人对自己认识不清,早就跑偏了,所以看见他就反感。 有网友气愤难评地说,杨颖回应一定前期磨练演技,虚心接受大家的意见。 网友们依旧还是不满账说真虚心接受,就应该从女三女四的这些配角开始磨练演技, 而不是零分的演技靠资本演女一,还要观众体谅你纵容你归宿的进步, 这是对所有认真敬业有演技。 但是梅子本跑的演员最不公平最无情的伤害,也是对影视行业的破坏, 这要大家都难欣赏的好的作品。 最后加一句狠的话,强胖到天前。 宋义从来吊打女一,伪装者和创业时代,杨颖的粉丝也是闭眼吹, 时事求是让你们偶像磨练演技不好吗? 非要闭眼吹,吹得争主都觉得自己该拿影后了,因为他盲目, 他不知道演得好与坏,粉丝都说好,他就认为自己真的好, 盲目自信的人真可悲,有个美的皮箱空壳有什么用谁能把女一剪了, 看男一二女二的戏,受不了。 也有网友称确实是进步了,但是还是当不了女一。 我每次都为他说话的,这次也是,希望他以后接戏好好考虑下, 一些出彩的女配磨练下,提升一些演技,挽回一下口碑才是最重要的。 而且他的长相,就算是女配,也不会被淹没的,没准还能更吸睛。 但是相比以前确实是进步了很多。 多么好看的皮囊,在岁月的洗刷之下,终究会现出原形,但是演技不会。 在剧中能明显感受到杨颖的演技越来越顺畅,像是在酒桌上这一段,劝酒的状态,该说不该说的眼神, 以及最后的嬉笑,在离别时刻好好告别。 所以在最后忠心的祝福杨颖能够加紧磨练演技,不要再让网友失望和吐槽了。 作为小编来说我们接受批评,但不接受尬黑,他演的是不够优秀,但他一直在进步, 创业时代中确实还有很多不足,希望他能够加油,希望能给中国演艺界天真加瓦。 请不吝点赞 冠旺独立场 感谢观看